谁说中国没有奢侈品 这是一顶令所有女人看了都梦寐以求的凤冠 她就是孝刀皇后的九龙九凤冠 美道令人窒息 于1957年出土于明定陵 现在是国家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 也是首批被列为永久禁止出国展览的国宝文物 关前一共嵌有九条口中斜着珠子的金龙 下面还嵌有八只点翠金凤 而且整个凤冠一共镶嵌了八十片翠云和四千多颗宝石 其中红宝石71颗 蓝宝石57颗 天然淡水冬珠4414颗 而且所有宝石都是纯天然的 没有经过任何人工雕琢 总重量达2320颗 约四斤六两 简直华丽至极 而且最引人注目的 是上面这些蓝色点翠工艺 这可是使用了翠鸟背部最鲜亮的羽毛制作而成的 而且在每一只翠鸟身上 只能采集二十多根这样的羽毛 光是镶嵌在这顶凤冠上的羽毛 就耗费了将近两千多只翠鸟 极尽奢华 一个男人到底有多爱一个女人 才会为她制造出如此精美绝伦的凤冠 如果凤冠的主人 带上她会是多么的雍龙华贵 只可惜的是 她的主人一生都没有见到过 尽管凤冠已历经百年之久 但上面的珠宝和宝石依然完好无出